为有效提升社会大众之性别平等意识 并落实消除性别歧视政策 彰化县政府2日下午在彰化演艺厅办理 103年彰化县女性影展暨性别平等论坛会 彰化县副县长柯成坊 知信作家林书伟 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彰化县分会荣誉主任委员郭美清 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彰化县分会主任委员卓世文 彰化县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梁贵芳 社会处副处长王南兴等贵宾与会 希望透过影展及性别平等交流座谈会 让彰化县乡亲们观看戏剧反映人生 进而反思自身的性别新处境 科副县长表示 非常荣幸可以代表我们的阳光好县长 我们的卓县长来欢迎大家 一起来到我们彰化演艺厅来看电影 刚刚看到这么多这么多的 我们各地来的我们各位姐妹 还有许多的先生 可以看到大家都抱着非常欢乐的心情 来欣赏这样一个电影的饗宴 今天是第三个场次 因为我们用首创的结合了女性的影展 还有论坛来让大家可以从电影的欣赏 然后可以从许多的专家学者的一个互动 来了解来提升各项的一个女性意识 所以我们希望在性别意识的一个觉醒 还有提升也希望可以更好 所以我们要从家庭的角色分工 一直到职场到社区到职场到我们造化县 都可以非常的祥和 营造一个很温馨很友善的一个环境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谢谢 今天是我们这个八场的女性影展的第三场 我们今天要看的电影叫做为巴比祈祷 等一下我们这个电影欣赏完之后会有一个论坛 那刚刚村县长提到我们邀请到这个民主持人 这个林书伟小姐来现场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对谈 那等一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准备一些问题 来跟他做对谈 把时间留给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我没有看过 但是呢之前曾经有一位那个理事长告诉我 说他看了三遍 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今天这个影片 那在这里呢 我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会圆满成功 那余会的各位嘉宾呢 大家幸福圆满谢谢 现场特邀请知性作家林书伟女士担任与谈人 进而与民众分享本次放映影片 为巴比祈祷知性别平等意涵 透过探讨家庭成员紧密连结的关系 了解家人之间尊重的基础价值内涵 亦让大众了解到多元性别的多种面貌 学习尊重每个人不同的差异 带给现场与会学员深刻省思 公益频道陈文硕张化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